可不可以請問金教授剛剛講 你怎麼要面對所有的創業當中做的困難 包括你剛剛講的加速成長的限制 老實說,其實我每天也還在學 我也無法確定我做的每一個判斷都是正確的 當然,這個時候學校的教育還是扮演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比如說我在博士班所學到的技能 我相信台灣很多學生不願意念博士班 那你去問一個念過博士的人 我相信他會告訴你他學到的 並不是那個專業知識的寶貴 而是去面臨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念博士對我最大的影響 就是當我面臨一個不確定的因素的時候 我會更有條理、更有計劃、更多樣性的方法 去解析一個我沒有看過的問題 我該怎麼做一個更正確的決定 當然他不會百分之百是正確的 但是我覺得在學校的教育上 在你個人的訓練上 就必須要有這個想法 就是說 面對不確定性 該怎麼去判斷、該怎麼去做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小朋友的教育如果永遠只是拿到數字加加減減的話 永遠不會經歷到這一塊 其實老師剛剛講的這個問題 我現在都還在學習的 當你面對不懂的時候 不確定該怎麼做 這個是沒有一個完整的答案 但是我一直在想辦法解決的 因為我覺得你現在可以移工業 包括拍攝什麼之類 其實某某程度 研究已經慢慢延伸到這樣子一個領域去 那可不可以談談說 在這個 它是一個有點道面的布局的歷程這樣子 因為這等於是一個開副市場的能力 對 尤其是從一個跨界的人要進去 對 老實說非常困難 就是說演藝界還是一個很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還覺得它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 那很多時候並不是用道理去看它的 演藝界有時候是講感情的 有時候是講一個感覺的 因為很多做這方面都是非常浪漫的人 有時候 那當然有些人 當然最常的時候還是講錢 沒有錢還是什麼都不能做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到處交朋友 比如說我們現在 也很有可能會跟一些公司在大陸做合併 比如說我去大陸的發展好了 其實對我來講是辛苦的 因為我不喜歡喝酒 那在大陸有時候 社交場合上難免得喝多了 所以基本上我不走這一塊 所以會讓我喪失很多 跟這個業界交朋友的機會 但是不代表不能做生意 不代表這個就走不痛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 我現在在找朋友 因為在台灣我已經打了不錯的基礎 那在大陸我現在就開始找幫手 我就不再單打獨鬥了 台灣的社會還是比較可愛的 我相信如果你有能力 你做出來真的東西是比較好的 大家還是會慢慢接受你 但是在大陸的社會 整個環境或許又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也在改變中 老實說也不像以前那麼的人質 現在 題外話 我在大陸最近看到一個很妙的事情 就是他們竟然把審判公開放在網路上 我覺得這個好像台灣還沒有這種狀況 就是他們在審判一個犯人家 判他死刑的時候 比如說前日薄熙來 他就在微博上直接直播 網路直播 這個讓我蠻訝異 因為台灣好像還沒有走到這一步 所以這個大陸進步的幅度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但是台灣目前為止 還是有一些這樣子的優勢在 所以就是你拓展市場的話 那就是交朋友 在某些地方的時候是需要交朋友 是 然後 好 最後 我覺得很好 就是說 因為你剛剛從剛剛講到現在 就是講很多diverse dynamic 跟diverse dynamic 跟distinct 三定義就對了 這樣子 那同學們現在都還在學習的階段 你有什麼一些建議給他們說 怎麼樣累積你剛剛講的 那身容有力這樣子 好 其實在學科方面 我認為其實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把英文學好 不管是他 你要拿他來做 以後發展的工具也好 或是你想要過一個更有趣 更豐富的人生也好 總之呢 英文絕對是一個絕對 完全不會錯的一個投資 好 相信我 就是當你有英文好的這項技能的時候 你人生會過得更快的 你會有更多的工作機會 好 那這個是一個完全不會做的 不會錯的投資 我希望就是 如果你們有機會 在學校還有機會 能夠把英文給搞好 那另外一個呢 我是建議 多去修別的 莫名其妙科系的課 比如說我去大學的時候 我在南加大的時候 我一天到晚 跑去電影學院修上的課 我明明是電機器了 跑去修電影學院的課 那旁聽 你也不一定要修啊 你就旁聽 就走進去看 那大量的閱讀 其實現在的人不太看書 不太看東西 但是其實我覺得 大量的閱讀 聽演講 其實都是懶得讀 就聽吧 聽別人怎麼說 這對你都有幫助的 其實我的學校 我大學這麼差 來跟各位給這個建議 會有點奇怪 總之我希望就是 把英文搞好 那保持一個 接受所有事情的心 這個是最重要的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第一次創業的故事 對 剛剛那個老師就直接 說我第一次創業失敗 對 我在想說 我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OK 那個故事是發生在我 OK 我在高中以前都是非常優秀的學生 我大概都是班上前幾名 全校也都是前幾名的學生 在高中以前 在高中的時候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很叛逆 OK 我作文 那時候我們高中年考 作文滿分是50分 我很奇妙的是 我竟然高中年考 我作文50分 我只拿20分 那應該是幾乎不失智的人 才會寫出那個分數 總之我因為這個作文的關係 我差一分 我差一分可以去師大附中 最後我唸成功 所以 那個算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挫敗 也不是說挫敗 成功還是很好的學校 總之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 所以從那個開始我成功是非常非常非常叛逆的 我被寄了兩個大鍋兩個小鍋 同時我也被寄了兩個大鍋 等一下就會開始有人問你發問 沒有 所以呢 是我在成功高中的時候 的確我就是開始有非常叛逆的情形 那當然呢 這種叛逆的情形會反映在考試上 所以我大學就考得非常之爛 那我不說哪個學校 反正說那個學校不好 其實那個學校也蠻好的 總之我大學考得不好 考得不好以後呢 我就去上學 然後上學的時候我就看 比如說我就坐在這個課堂上 然後我就看其他學院在幹嘛 真的不騙你 就像你在電影上看到有化妝的啦 有在打十三隻的啦 有在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什麼手機 那現在那時候反正就試一下 左一道就有了沒有了 總之下面的學生的生活 比上面精彩很多 那很妙的是 台上的老師 他也開始不講課了 我記得我教我離散數學的這個老師 離散數學是一個有點難的學問 他整天在教我們怎麼做奇貨 所以呢 我進到那個學校 就一個很奇特的狀態 學生也不知道在幹嘛 老師也不知道在幹嘛 那 我雖然成績不好 但是我不是一個想要這樣虛度時間的人 所以 我就決定呢 給自己找得很好的理由 就不再去上課了 這樣 那不去上課幹什麼的 時間多了吧 那我就想要做點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開始找了幾個朋友 開始創業 那時候也沒有想說什麼創業 那時候就是想填滿我們的時間而已 那時候還在DOS的階段 還沒有Windows 我們那時候就想寫遊戲 那時候寫遊戲是很屌的事情 因為根本沒有Windows 沒有像現在DirectX 或是現在遊戲的Engine 讓你做 以前什麼都沒有 我們就是用組合語言 然後再硬生生的把一個遊戲給做出來 這樣 那花了很久的時間 那花做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也不相信我們做得出來 我爸呢 刻意的呢 不給我任何幫忙 因為我考到那個時候他已經很不爽了 更不用說 我還不去念書 跑去做遊戲 所以他沒有給我任何幫忙 我還記得我們窮到三個人身上 想要買一碗泡麵還不夠 剩12塊的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有一個人 買了三碗吉野家過來給我們吃 那個人就變我一輩子的好朋友 所以 總之呢 我在那樣艱苦的過程中 做了第一個遊戲 結果 運氣很好 我們第一個遊戲 那時候我們交給Acer 紅機的關係器 叫第三波 給他發行 結果賣了好幾個月的第一名 所以我就賺了第一筆小小的錢 這樣 那 到那個時候都還是成功的啦 對 那 一直到發展發展發展 我們從三個人弄到28個人 然後 我面臨到一個 所有的人都遇到問題 所有的男生都遇到問題 我必須去當兵 所以呢 就像當明星一樣 我就必須當兵中斷我的事業 那去當兵的過程中 這個事業後來就沒有繼續 進行了 是因為這樣 那我退伍以後 我之前的公司 我把他交給別人管理 我退伍那天呢 我們公司剩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跟我說 對不起 我明天要走了 這樣 我等到你今天退伍回來 我說好 那我就說服他 我後來整個晚上說服他 後來我們又重新組一個團隊 後來又開始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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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又開始有起色 我們又得了另外一個獎項 可能做做其實 equally 但是後來有一天 我剛好面臨到網路的變化 �突然網路發展 以前還在BBS 對今 都還在BBS 突然有網路遊戲出現 我變成要 做網路遊戲 但是老實說我根本不懂 我根本沒有足夠能力去懂 我那個時候我 也沒有辦法處理不會的東西 所以我在參與一次南家大的演講 來台灣有個老師演講遊戲未來科技 他講得上我一個字都聽不懂 會後呢 我跟所有人不一樣 我就跑去找他 我說老師你剛講過我沒有一個字聽得懂 那我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機會到你的實驗室去學 那後來跟他面試了幾次以後 老師給我一個機會到南加大去學 所以就終止了我的第一次的創業 是這樣子 所以也不算失敗 就是一個過程就對了